《夜游宫》 送吴文英 人去西楼艳瑶 续别梦扬州一觉 云淡兴书楚山小 听提屋立河桥 话未了 雨外穷生枣 细枝旧双丝多少 说与萧娘未知到 向长安对秋灯 挤人老 这首词的意思是说 人离去后西楼就变得空空如也 红艳也早已飞往远方而渺无踪影 与旧日朋友畅续别情 也只能在那虚幻的梦境 我和你站立在河桥上 倾诉着分别以后彼此的相思与深情 话还没有说完 却被窗外鸟儿的提声惊醒了 只见外面云淡星熙 天才刚刚浮晓 楚山迷蒙不清 秋雨兮兮丽丽下个不停 夹杂着蟋蟀的哀鸣 仿佛织布积缩在来往穿行 织出了我那如同繁星般的满头白发 这种淒情艰苦的景况 即使我告诉一人 恐怕也难以体会到 我现在的心情 我遥望京师 独自一人对着一盏盈盈秋灯 怎能不百愁俱生 那丝丝白发 怎能不在天几经 再读一遍 夜游宫 人去西楼雁咬 续别梦扬州一叫 云淡星书楚山小 听题屋立河桥 话未了 雨外穷生早 细枝旧双丝多少 说与萧娘未知到 向长安对秋灯挤人老 生态 生态 香 山小 山小 去西楼之沙 雨ожд� 优优独播剧场 小